大家好,我是明仙 今天分享这支豆腐卤的做法 不用发酵,不用长毛 放两年都不会坏 首先准备3块钱的豆腐 把豆腐放入清水里 把豆腐的6个面都用锁清洗一下 动作一定要轻一点,别把豆腐捏碎了 然后用一块纱布 把豆腐的6个面的水分都吸干 这样做出来的豆腐卤才不容易坏 然后用刀把它切成小块 切成这种小长方形的形状即可 然后把它摆入蒸笼里 底下铺一块纱布 豆腐是我国的 传统食品营养丰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被称为植物酪 全部摆好放入蒸锅里蒸5分钟 令起锅烧油倒入多一点的油 把油烧至沸腾 出锅倒入碗里放两备用 接下来准备豆腐卤的调料 盘子里倒入一勺辣椒面 两勺食盐一勺白糖 半勺胡椒粉13香 再用勺子把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喜欢吃辣的可以多放一些辣椒面 然后碗中倒入一勺生抽一勺高度白酒 比例是一比一 再把它搅拌均匀 豆腐蒸好后把它彻底的放凉 放凉后放入高度白酒里浸泡 差不多浸泡30秒 这样做出来的豆腐卤就不容易坏了 再放入辣椒面里滚一天 使豆腐的每个面都滚上辣椒面和食盐 食盐也可以适量的多一些 这样不能遇坏 一个一个要全部的均匀的勾上一层辣椒面 裹好后放入干净的包厢盒里 一个一个的摆好 这样做的豆腐卤干净卫生无添加 而且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在倒入放凉后的熟油 使豆腐卤与空气隔接延长保质期 这样家庭自制版豆腐卤就做好了 不用长毛不用发酵 口感细腻香气扑鼻 用来下饭和配西饭都很不错 盖上盖子密粉好7天后就可以吃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呗 我是明仙我们明天见 拜拜